台灣人的藝人裡面 差不多什麼藝人都像中國人 我沒騙你 真的藝人都要長得很特別 他傳播媒體這要幫你拍 我看台灣人的藝人 跟有一個 我的商品叫林志玲 嫁啊 嫁啊 那嫁啊 我說 抱歉 因為剛好外面林志玲 剛好咧 不過 像我四十幾歲嫁不出來 有好處也有壞處 來 注意聽喔 我現在要跟你們說 今天是最好的 國際班的最好的一節 所以這節句 我對國的情報要改變 所以注意聽喔 仲將官 大家知道大家好 ello 네 nahi 仲將官 是 cash 不 對 我看過伯父 有當時的演講 出來說是仲將官 就是我們的洞 depressing 因為美國去辦fi Phoenix 而 luego 現在經過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的職務 你要的植物 當然都沒有補償 因為台灣本主是讓人贈領中 所以我們就沒有武將 所以我們最多的是什麼 有一個叫做禁衛隊 不是自衛隊喔 叫做禁衛隊 什麼叫做禁衛隊 就是保護日本天皇自己的武裝部隊 所以我們以後會有禁衛隊 會有海巡署 會有警政署 我們有這三個單位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 以後我們會不會有外交部 不會 最多的我們是有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 但那不是官 後來如果美國軍事政府在那裡 全世界所有的美國大使館要替我們服務 我們的旅行證件是由美國軍政府說法出來 美國軍政府說法出來 旅行證件會像什麼什麼東西一樣 你來看 琉球在1945年 1952年 旅行證件會像河邊簽約以後 美國的軍事政府發給所有的留給人 旅行證件 你看 這就是旅行證件 全世界的負責 那時候是一個民主國家 負責都什麼顏色的 深藍色 很聰明 你都有注意到 如果國王有國王的地區的護照是什麼顏色 紅色 很好 旅行證件 現主席旅行證件 現主席旅行證件 中地位未定的 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或者是黃綠色 就是像什麼 這個 其實我中國很清楚我們台灣 他發一個台胞證物 台胞證什麼 黃綠色 黃綠色 他是黃的跟綠色的 黃綠色 我們台灣人 他不會說 這個法律方面 過去 你們現在勒我 過去真的都 傻子 在這方面都是白痴 過去不是你們 你們現在知道 因為你現在台灣說 台灣的地位以後 他不會說 你現在走路有風 為什麼走路有風 把你捐你的後面 那個人是什麼人 美國 所以你如果想到 威懷 中國要跟你打 還是什麼人跟你打 你都不用煩惱 美國一定要站出來 所以有大家 你看到報索 說台灣關係法 如果台灣受到中共 襲擊的時候 美國不出來 都嫁 我給你保證 美國的憲法都有規定 他一定要出來 台灣不會輸 好像是美國 現出是海外 佔領區 說比較難聽 就說 好像他是海外的一塊肉 台灣好像一塊肉 他海外 他自己的肉 他可以不夠嗎 他沒有 不行 有人說 現在美國 欠中國很多錢 可能有一天美國會跟你出賣 但中國說 這樣 我欠他的錢 都頓頓頓頓頓頓 我台灣給你 可以嗎 當然也不可以 你在煩惱什麼 美國的情 不是情 今天要 副總統去 北京訪問 北大的學生問 問那個副總統 他說請問 你現在美國欠我很多錢 觀眾欠我們中國這麼多錢 你們會不會還 這個錢安不安全 美國的副總統給他回答 很安全 我給你保證 這些錢不像我肚子的肉 我會好好的保護他 北大的學生全部拍手 說這個副總統說得很好 但是他的軍方有一個上校 叫做空軍 的那個上校 叫做代序 他回去腰 他想什麼不對 他說這個美國人 很壞 很糟糕 他回去想 想什麼 他說 這個錢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肚子裡面有一塊肉 你如果放出來 叫什麼 米田公 你聽什麼 米田公 你聽什麼 米田公 你聽什麼 大便 說比較白 你拜託這個肉 他敢有可能用手 把它存在 哪有裡面 把它拿出來 有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他說 還啊 不行 所以他再研究 美國在歷書 這個歷書裡面 有三次 因為欠人很多錢 第一 欠西班牙錢 欠很多 欠很多 美國人怎麼處理 打一仗 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你會記得嗎 1889年 打一仗 西班牙馬上就輸了 輸了 那輸了什麼 掛世界土地 波多里哥 古巴 關島 跟福利賓 給美國 還賠錢 過去欠的錢 尊重好 第二 美國 欠什麼錢 欠英國 獨立戰爭 打下去 都不用行 本來欠 英國的女王很多錢 獨立戰爭打下去 他獨立 所以欠的錢都不用行 第三 他也欠蘇聯 他獨立戰爭的時候 蘇聯 蘇聯帝國 購了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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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美國怎麼處理 他說這樣 美國總統把 那個 蘇聯帝國 他跟蘇聯的 奉帝說 這樣 我可以行 行得少 但是 你拿一支土地 來幫我幫忙 他以前用什麼土地 阿拉斯甲 本來 蘇聯 是說阿拉斯甲 沒用了 你看 阿兵 中年 都在路上 這個土地 沒用 幾千萬美金 就買他了 嘿 這個美國人 都頭腦要求好 欠人錢 不是賤金 就是用土地 給他們換 美國從來不吃虧 現在阿拉斯甲 裡面有酒油 美國賺到了 你現在又十倍 買他也沒買 所以 這個中國的武官 他說 嘿 這個美國 實在是很壞 欠人錢不買 沒關係 都用建政的 這個武官 中國的武官 還想 也不對 照著你來說 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人是這樣說 可不可以說 你 我欠你一百塊 你看一百塊要行嗎 要行嗎 要行嗎 要行啊 你都黏黏黏 你如果不用行 都借我了 一百塊都不用行 欠你一百塊要行嗎 一定要行 我欠你一億要行嗎 不用 一億就是 欠一億就行不去 你聽我意思嗎 現在中國 這個美國欠美 美國欠中國 很多錢 很多錢的 帥了去中國 現在要再去 借他錢 你看 我看這種 你的朋友 欠你幾千塊 幾萬塊 常常跟你說 還有錢 拿一千塊來借 你還去借 欠是傲人 對不對 你聽到嗎 現在為止中國 要你表演傲人的 把戲給大家全世界看 這貿易是怎麼創意 你知道嗎 貿易 以前的模樣是 東西去換東西 現在呢 美國為尼克森 那時候 還是用金元主義 就是美金 和黃金脫離 脫離以後 都用美國 用美金買賣賣 要想給美金是美國出產的 如果沒有錢怎麼做 印度 他就有了 沒問題 所以 中國 不就 借給美國很多錢 那錢都買到的 不是真的拿錢賣的 是都賣給美國貨物 美國還會放在旁邊 越旁邊 越旁邊 現在坐到沒了 現在行不去 行不去 所以 但是你看看 中國很出味 美國 要是好 有一年 兩年三年前 美國 又發行公債 跟中國規定說 跟中國政府說 你們財政部編預算 你欠我那麼多錢 我還要買公債 我才不買 這段時間 美國的財務長 又選擇 你中國不買 可以 我自己買 美國自己買 什麼意思 美國還印鈔票 印鈔票 來買自己公債 印鈔票 印鈔票下去 是因為美金變很多 美金變很多 美金變很多 美金就有什麼 負值 中國一個想 不對 我還給你負值 你現在欠我那麼多錢 還給你負值 我順序越大 第二天他又發表 好好好 我買 我買 美國說他要買 中國坦白說 他也太貴了 想要脫離 這個 給美國欠錢 他說 這樣 中國外匯 用欧元 做外匯存抵 用欧元 欧元 要全部破產 還要多少 現在支援 還要賣美金 我告訴你 美國是全盤掌控中國 所以你想說他用台灣改善 不可能 這是這麼多 這麼多 在美國憲法裡面 有保障 這樣聽到嗎 這樣對台灣是不是有一個很好的保障 所以 你們來上課 不錯喔 你算說現在有反應了 美國 他一定會保護台灣 你都不用煩惱 我們只要把握一個事情 什麼事情 法例 法例 好像一條很大的批邊 你都不用煩惱 3月12號 各位 我們要去美國開一個很大型的記者會 我們只要在美國的記者會 在哪裡開 在華盛頓DC 國際記者俱樂部 那間大樓裡面 有一千多個通訊社 全世界通訊社都在裡面 裡面有一間最大的店 跟著三點停久 要兩千塊美金 兩千塊美金多少 六萬 你就知道 那個天空多大就好 我們這邊的記者會 就是二月底 我們要再一次放過 美國的總統 國務卿 國風部的部長 和流氓的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先要放過 要跟美國這邊三個說 你叫中華民國來 把我折瘋這麼久 可以離開了 你怎麼折瘋 你很愛中華民國的樣子 跟民進黨一樣 我跟你說 今年我高級 不用跟麻煩 今年六七月 我跟你保證民進黨 大家每一個都會 那個櫃子開開開 鄉鄉怎麼說 中華民國不起來呢 民進黨要怎樣 民進黨是附著在中華民國 現在中國人不在中華民國 這個愛中華民國是什麼人 台灣人的民進黨 所以 這個世界 一直在演變 尤其最近我告訴各位 我早前就說了 今年的裡面 你們看現水是台灣的局勢 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政府通 他是在美國 做過的大賽 我們那時候在美國 開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也有去訪問他 他也知道台灣民政府 回到台灣做國安教的秘書長 他真的要處理台灣民政府很簡單 但是他有辦法處理不 他也沒辦法也不敢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後面就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我常常這樣 同心說 因為你們現在國際版比拼 你們很快會進入 台灣民政府的官僚系統 我們台灣民政府中央會通知你們 你們如果想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還是職權訓練的 會幫你通知 所以你老的電話一定要 放到 你不能說你接不到 我先跟你說 接不到又沒關係 你現在回去 你怎麼要去國州 會做辦公室 要電話去順一下 跟問說 你如果想參加民政委員 內部的 你要跟他問說 欸 當時要法理檢查 因為我們州裡面 和我們中央都會聯絡 你聽到嗎 這份量重要 因為我們要充四千萬 現在要欠差不多七百 七百還是六百左右 當然這個七百六百 也有一些同心 年紀雖然大 但是他也要來收分 你不能說 欸 你不能來收分 他也不可以來 但是他收分 後來要讓他做國務人員 可能比較困難 不常是要幫他來做理念 這不常就可以了 我們優先給他牌 但是这没有一点好处 你变成我们的童心 你的老年年金 会比白人家四百块美金每一家月 我们是决定 台湾民政府这件衣药六十五的衣裳 可以领八百块美金 如果台湾民政府 受贵分的可以领一千两百块美金 一千两百块美金来生活应该可以了吧 还有一间房子 你没家的你有家给你 但是我先跟你说 你如果有三间房子 第四间 我保证你的穿金很重 重到你走人就不错 你听得懂 所以你如果有四间房子 你看看 那个小的小的 差的 贪这个社会 把闭闭闭掉 因为我告过很快 所以 以后我们不允许 台湾的人 用帮地扇 来炒地皮 来探钱 因为帮地扇 你都没在做工作了 在你家 那自然就起床了 你来探钱 不劳而获 不可以 我们要向他鼓励说 你如果有钱 当主地工业 当主地商业 我们执政以后 很多的国营企业的股票 全部释出 所有的老百姓都持有 全民监督 那时候台湾就不会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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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贪就败 结税 两个字 绝对不可以出现 什么叫结税 你怎么听有 年轻的结税 贪就败 他要给你结税 结税等于什么 贪如 等于什么 他没说所谓的结税 就是逃税 所以我们绝对不允许结税 政府给你规定 你贪多少要九百分之多少 你就要九百分之多少 不才有公平 对不对 现在台湾是什么 公务人员跟普通人都买 做到买死 贪的钱都去贪金 要好贏的人 郭台铭 顶那些人 越贪越多 税金都不用购 这是什么什么东东 我看不到 台湾人 很高 都外出人的 所以我说台湾人的 在买来 第一名 自己拍手一下 含着你 你拍手 说你在买来 你又拍手 你实在有告诉你 不用买来 对不对 你现在买法律了 做一站起来 用法律 把美国说清楚 你不要跟中华民国说 中华民国说 中华民国要说什么 他马上没了 大家都没想到 我问中华民国全世界有什么人生意 没有 没有一个国家生意中华民国 什么人生意中华民国 台湾人 跟你说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他如果要骗你 他就说你是台湾人 实际上在我们注册里面 在国外对你的身份的看法 就是中华民国的人 就是中国人 我们都生活在矛盾之中 你怎么听到 所以你来这里上海 尤其想到国家班 你的头脑要让开开 这久以来 你到底什么人 你要想得很清楚 想清楚以后 就不要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因为外面的腿都比较多了 腿都没有一堆嘛 对不对 你不相信 你如果去跟他们说 人家会给你便宜 中华民国你要去哪里 更简单 你秘书人有军队吗 没有 你说没有军队 有警察吗 也没有警察 你秘书人是有什么东西 一支笔 你没人看一支笔 一支笔很厉害 现在这支笔 再一次下个所增 外面要拿出来 这个个所增有几个 我已经都讨好 跟美国的五位就说好了 他没有跟你讨好 有很多美国的关风 哪有跟他联络 给我们美国留一点面子 给你留面子 我台湾人的面子在哪 对不对 你美国人从来不要面子 这个法律是谁 离美国 你美国学的你要遵守啊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是 区 独独台湾人不知道是区区 WTO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我们用独立关税领域 去参加 中华民国去参加世界组织 用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对不对 其实 说起来也要帮我们自己 跟你说得这么清楚啊 外面一些腿子面还是不清楚 到现在要是 要选总统 2016 绝对不选了啦 你放心 你觉得 中国国民党那些观战 都很清楚 金浮通已经死了 说他心中不好 李殿佛的心中支架蒸18支 李殿佛不是 横跳跳四季在演讲 对不对 那个心脏里面蒸10支 像是同四季 他现在只蒸6支而已 说身体你滑坏 我感觉那不是啦 那是你骗人 不用滑久 金浮通他会去美国 你听我告诉你 他不是傲人 他在美国当台塞冠的时候 和美国很多担任都联络 他知道台湾民政府很坏 但是虽然很坏 我有跟他说过 美国是要求我们 和平稳定 无奉接轨 我们 释出善意 我不会给你 但是对他的贪污 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那叫做转型正义 没有啦不是清算啦 不要这样 清算这两句 很恐怖 不要讲 心来知道就好 不要说 我们是叫做转型正义 记得什么 转型正义 说一遍 转型正义 不是清算 老板听着老板说我们清算 不不不不我们是转型正义 知道吗 中国人很厉害 那个语言 我们也要学习 他们明明见书 他说什么 转进 转进有了 明明走到你好他说转进 那中国人 这一套很会 我们台湾人都不会 台湾人都傲得 夭手得 你认识我一个讲他就说清算 不不不 不叫清算 叫做转进 我现在最烦恼的 我们接掌政权 以后 我们是有 有那个能力 去缓这个政策 我们要缓这个政策 绝对不能跟国民党 民进党的同样 很好的一个就是 柯文哲 你不常小看柯文哲 他的智商说 一百五十七对不对 你都没有法律报纸 一百五十七 我有百人 真的我没跟你骗了 我有百人 当时他找的 在成功而已找的 那些人去成功都要 测 测 智商 到现在好像没用了 现在少年人都不知道 那时候 我们的年长 走一条 因为我这种 智商比较高的 国民党都给你动作 这要特别休心 一直要求你加入 国民党 那当时 国业演讲比赛 在成功而已 我也参加国业演讲比赛 我说得很好 但是很可笑 我那年有一个 我那个 那位做 君长 就是 成功而已 军长的校生 如果是 我那次的 他在演讲讲的 在你吐吐吐吐吐 他第一名 我第二名 非常的勃勃 委员就知道 台湾人 要去到中国人拼 不可能 然后思考 辅导长跟 那个 连长在这里告诉我 你应该是第一名的 不过你委屈一下 那个是 君长的小孩 没有关系 你放我的家就好 台湾人做兵最爱什么 放肩 对不对 啊 可怜 台湾人就很可怜 那兵免做 永恆乖去做兵 那当时我都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 那当时 建政法 知道 我们不用去做兵 我就跟他拼 不过好看 那当时不跟他拼 那当时跟他拼 就没我 这也很好玩 那当时 政府建国 我去政府建国 那当时已经执政了 那当时 白色恐怖 要再拼 所以 给我的弟兄 打开也是对 跟你们同样 你的弟兄 到现在打开了 刚才好 但是 打开以后 你就好好运用 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去堂 当你们是没有策券 你们要再有策券 要再一次策券 是三月七号 下午两点 来券这个 叫滚手 然后三月八号 有这个 司法行政联练的特考 要求五十个 因为你虽然没有投法律 但是你可以参加 司法行政委员的特考 后面 执政医疗 这五十个 不用 就要 普通的 法学院 要去押什么 不用 这司法行政委员的特考 你如果押掉 定义你是特认官 这你能够去看看 你如果运势也不错 还有一个时间 可能在堂 3月7号 3月8号 连续两天 参加科学 科学都免费 但是 不一定押得掉 科学很简单 两百地 是非选择 但是是非选择 当我们科学 你们有看 像两百的科 滚手 两百的科 我有问贵 我问 你怎么 这锅子都 烘烘 好难 我怎么难 是非选择怎么很难 他说 秘书长 这很厉害出席 那出席1234 那个答案很难挑选 我说你如果科学院士 尤其是我出席 你就要做主意做什么 就要 这个我们第一季 先跳过去 你一定要 选择去行政 因为在六月没时间的时候 是非铁要干什么 用幼的 但是你用幼的 这有这个原则你听得好吗 用幼的时候 你知道圈叉叉叉 这样不行 全部打圈 全部打叉 你会中一半 你听得好吗 你听得好吗 我告诉你 我七七人送很厉害口气 你有刚才那种很青的地方 你先不完嘛 对不对 一公共人 时间到了 要怎么 圈哈圈哈看完 结果一行 一条就没对 你翻译嘛 是非题一定要记得我告诉你 不是圈就差 不过一般来说 圈的占大多数 这是出地人 一种心理上的因素 你听不懂 有 是我不能给你教这个 不过我不是说因为 叫你来靠这个滚手 所以要给你教这个 这是一般 出地的人 算我头脑好的人 常常在用的 我的作文 从修学开始 考古中考大学 我的作文题目 不管你出什么地方 我的作文 就是最后那段 我都过程的 你要什么 但是这段我没办法给你透露 我如果给你透露 会给你黑了就知道 我跟你说 你自己 你的孩子在设计 尤其小学六年级五六年级 你就要叫他 最后一段 去想 最后的文字 是什么东西 最后一段 就是什么地方都没关系 都听我用那段 你看作文的时候 老师不会 从头给你看五位 都看差不多最后 头前给你看的 中子给你看 如果文笔流畅 想得非常好 用的成语很多 分数都很高 你们两个去试试看 因为我现在 那个界双的专讯班 我去上课 各位后会有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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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